美国99年历史的卡车运输巨头Yellow7月30日宣布倒闭 将立即停止运营 导致约3万名员工失业 从就业和收入损失方面而言 这次倒闭是美国卡车运输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该公司在2020年获得了7亿美元的联邦疫情救济资金 但未能扭转命运 目前正准备申请破产 并正在就出售全部或部分业务进行谈判 这家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公司 以其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而闻名 拥有超过1.2万辆卡车 为沃尔玛和加德堡等零售巨头在美国各地运送货物 但近年来 该公司一直在债务的重压下挣扎 上周 Yellow勉强避免了一场卡车司机工会成员的罢工 因其拖欠5000万美元的员工福利 该公司有30天的时间来支付养老金和福利 卡车司机工会指责该公司管理不善 上周五 该公司解雇了数百名非工会员工 约2.2万名工会员工被告知他们的工作岌岌可危 周日上午 Yellow向客户和员工发出通知 宣布将在中午停止所有运营 7月31日 据美联社报道 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拉制市长布朗森 日前提出一项提案 替游民致富前往温暖地区的单程机票 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城市 避免他们被迫在严寒的户外过冬 此提案尚无资金支持 然在阿拉斯加州最大城市引发热议 去年安克拉制有8人死于严寒暴露 创下该市记录今年早些时候 该市作为临时避难所的大型体育场无法使用 孔家具京东气温经常将至临下城市的危机 布朗森日前在记者会上说 若该计划推进 人们可选择搬迁至Lower 48或阿拉斯加州其他地方 目前机票资金尚未确定 他已任命该市游民事务部主管强森制定相关计划 至于此举是否是想把安克拉制的问题丢给别人 布朗森说 阿拉斯加州最大城市拥有全州40%人口 但游民确占65%需要全州范围的解决方案 解决全州问题 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6月份单户住宅购房报告显示 加州房市几乎冻结 销售接近历史低点 因为购房者的房屋月供达到创纪录的4332美元 在春季购房温和复苏的背景下 6个月内277,490套房屋的年销量增长了15% 但购房量在12个月内下降了20% 自2020年2月以来下降了34% 6月份的房价中值为83万8260美元 是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记录中的第六高 房价在6个月内上涨了8% 然而 由于2022年底的市场暴跌 它在过去12个月里下降了2% 尽管如此 加州的这一价格指标在疫情期间仍上涨了45% 征结在于抵押贷款利率、房地美的数据显示 6月份30年期贷款的平均利率为6.71% 购房者6月份购入一个中等价位房屋 首付20%的情况下 就要面对4332美元的月工 这是至少自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7月30日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博尔普什图省 一政党集会现场发生爆炸事件 目前已造成44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法新社援引8媒体称 事发时现场帐篷内有约400人 多名急救人员正在开展工作 该省卫生官员称 这是一起自杀式袭击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爆炸事件进行谴责 并向遇难者表示哀悼 目前巴基斯坦警方 安全部队已封锁现场并展开搜查 尚无组织或个人宣称对此次爆炸负责 中国商务部、国防科工局等部门 7月31日联合发布公告称 自9月1日对性能较高的无人机 及其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 未经许可者不得出口 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 无人机相关物项的出口 需由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批准 中国当局已经通知了相关国家和地区 路透社表示 这些管制包括一些无人机引擎 激光器、通讯设备 以及反无人机干扰系统 中国无人机制造业非常庞大 产品出口到包括美国的多个市场 大疆创新周一说 该公司一向严格遵守 和执行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及规定 包括中国的出口管制要求